公司法美生活 哈喽大家好 我是崇辉 大家好 我是李健 大家好 我是赵新 今天呢 接着请赵新 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我们身边的生活 大家关心那些事 今天聊点啥呢 那个我们是孩子家长 赵新呢 有两个孩子 包括很多新一年来的观众呢 也非常关心 有关孩子医疗那些事 对 而且呢 还有朋友呢 就是想在这边生孩子 那是吧 那所以呢 关于这个怎么样 在这个医院生孩子 这生孩子过程 到底是怎样的呢 正好呢 赵新他都有经历 今天都跟我们 好好聊聊这些事 对 讲讲你生孩子的事 咱们从生孩子开始讲 这是最早的事 好 因为我有两个孩子 老二呢 是在这儿出生的 本来呢 开始啊 是想去美国生 因为我弟那孩子 是在美国生的 那个 服务我在月子中心 各方面都非常好 那花钱呢 对 花钱 那是花钱的 但是呢 就那会儿想 哎呀 生孩子这么大事 花钱 花点花点 对 该花点花点 是吧 因为呢 萨省是比较偏远的省 往后又那么老 当时想李贾纳 那小客地方 二多万人 这玩意生孩子 咱有英语又不灵 也没翻译 打整 是吧 当时就想了呀 这个就犹豫了 先去的美国 后来 哎呀 后来一想 那个 是不是 听说 那个 李扎那里边也不错 要不回去看看 是吧 这有免费的 你跟麻费的 那点收费的 是吧 后来就还是去了 这个李扎那 那么 开始是比较担心 说我们语言不行 确实刚登陆的时候 这语言就自己 对自己就没那自信 对 然后呢 就是跟人一联系 说直接到语言 说的 那个 我们这怎么办呀 我们这 这运检呀 啥之类的 我们都 语言也不行 怎么弄啊 那时候孩子多大的 就是怀 几个月的时候 是怀着孩子登陆的 对 等于是 怀了三个月的时候 登陆了 那么 后来呢 就是人家组织 一个什么呀 就是你可以先去看看 这个医院的设备 怎么样 人给你讲一讲 当时还约了 另外一个朋友 也是中国人 然后就 都没在这生过孩子了 是吧 心里也没底 你过来看看 人家专门有名 带着你进去 给你讲 就是说 你运检 是这个 你这个 哪个是房间 然后大蓝 是什么设备 我一看 我心里就比较有底了 你知道 就是说 老大是在 中国生的 那么老大是 中国私立医院 最开始 我们也在公立医院 因为也找人 是吧 这个妇产医院 这个 找点关系 是吧 要不太痛苦了 排队 等等 是吧 就即使找了人 坦率讲 就是 那种环境 等等 就是越到 后来 这是说生老大的时候 肚子越大 越不方便的时候 就觉得 还是不太那什么 后来就是 最早是去的 和睦家 后来我们 中央的同学 讲他那孩子 刚在那美中医合 生了个双方 说美中医合特别好 然后我们就去 美中医合 后来在那生的 服务 也确实挺好 我的比较 两边的硬件 就即使 就是加拿大这边 就是即使你是个 小城市 即使你 这个 很偏远 但是你的医疗设施 你的学校 一点都不差 一点都不差 是在同一个level上 这个 这个是 真是我 我有一个体会 对 张欣说的是在 生老二 是在 萨省 特别在 加拿大比较 靠中部的 一个草原省 是吧 然后在萨省的 里甲纳 是吧 一个城市 人不多 二多万人 二多万人 然后你去那医院 是 我不了解 他生孩子 是只能去 那一家医院 还是怎么的 他就那么一个 叫general hospital 二零万人 他就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医院 但是生孩子 不在那 这叫里甲纳 总医院 对 是这样的 他还有一个医院 你说那条件怎么样 条件这么说吧 就是跟美中医合的 私立医院的水平 是一样 绝对是相当的 硬件设施 是没问题 然后都是就是你生孩子的房间都是一个单间 然后一个大独立的卫生间病房也是这样 对 就是跟国内像北京像美中医合这种私立的感觉差不多是吧 硬件上绝对没有问题 硬件就不担心了 是接下来该担心的是软件的事 软件实际上是语言上坦率的讲就是人家就是知道你那个英文不行也没有那会儿不像就在这边服务更好一些这边的中文翻译这边的儿童院是有中文翻译的那边基本上没有太多的中文翻译除非实在不行没辙了你讲一看我这个水平对不对我行了没问题啊是吧 up and down你会了life and ride你会了就ok了好像那感觉啊是 然后就是人家就是很耐心的告诉你你不用担心啊不用担心没有问题的啊这个当时也没有翻译哈 没有翻译真的也没有翻译我不行拿着手机我不行查着字典简单的单词也都能怼得上啊 然后就是我的感受啊说说我自己的感受因为两个孩子我都是都是我看着出生的那么就是美中医合非常好人家服务太多各方面人家绝对是专业化的培训往后绝对是这个 嗯嗯嗯各方面的服务没有问题的钱不白花啊对除了花钱没毛病哎对但是呢就是唯一的你感觉区别是什么呢就是 就是在那边就在里加纳的这个服务你感觉到他是真是发自内心的去就是对你的那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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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善我发自内心的为你去着想的那种那种有个例子就跟你是就跟就就就跟你们家人生生孩子跟自己家人 人似的他那种照顾是是是很那个很贴切的哎其实我有感受哈就是因为那个麦特他是在北京生的嘛是我们当时也是在一个特别呃顶尖的一个医院的国际部生的是花钱的那收费其实就是相当于跟那个美中医合呀这种轰家其实是一样的是是呃但是我唯一的感受是什么呢就是因为麦特他提前出生了几天呃呃我我我觉得哈就是从我的认知上讲 我觉得通常来说如果要是像在美中医合或者是在弘家这样医院或者是甚至是在里加纳这样就加纳这些医院孩子在出生的第一时间他一定会把孩子放在妈妈的呃怀里是放在妈妈身上但是因为麦特当时他呃呃出生的早了几天那所以呢他没有放到我的身上他就直接就给带到儿科那边去了但其实麦特呃呃跟我最后他一起住院我们四天我们就出院了其实他的各项指标都非常好 是所以说这个可能是我觉得唯一的一个认知上不同就是一个差别吧嗯是吧因为我觉得就是孩子出生之后因为我做母亲我知道就是孩子离开母体之后他在第一时间他如果能在妈妈的怀里的话会给他特别好的安全感这个是我特别遗憾的地方啊对所以就是我每当想起这一段指头我都觉得还太可怜了他从我身边呃呃拿走了就直接放保存箱里去了 他没有在我怀里就是经过那呃呃三四天的时间嗯嗯对但是我相信如果要是说在这边的医疗的话他第一时间一定会给母亲抱在怀里的不管他他他多大不管他就是他当时是怎样一定会放妈妈身上呆上一段时间的对这个国内有好多东西跟咱就是认知上也是已经逐步的 你看像我弟出生的时候都不建议你吃母乳的奶粉奶粉好是吧在当时来说是但是这也是逐步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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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化了啊但是刚才呃说的一半就是呃我觉得唯一的不同是什么就是呃就是呃就是李贾娜的这边真的就是他发自内心的对你喊的那种啊我感觉就是美中心的也特别好但是他那种标准化的服务他是是我那钱在说话的你知道吗哈哈哈 哈哈哈因为哦对你看说到这儿了就是说您呃就是您家这个二宝出生的时候实际上这个医院呢整整个都是免费的对吧都是免费的嗯啊他是呃他不但是那个什么免费不但是医疗免费吃饭也免费嗯啊然后呢像我我这陪床呢这个他也也是他不给你招专门的那什么但是他专门有一个房间嗯就是他在休息室什么之类的反正那点有面包牛奶反正你你你你对付吃没问题肯定没问题啊面包机啊 然后咖啡都是免费的哦对对对这个一会我我会我会我会再说就是因为我当过志愿者我对这个还体会比较深的嗯那这个整个生涯流程你感觉啊老二跟老大生涯有什么区别就是这边跟在中国生就最大的区别就是刚才我我那种感受的那种区别嗯因为这个国内的私立医院吧就是说他的那种都是很很标准化的模式嗯那这边的话呢就是你感觉到可能更更更更更更亲切 嗯然后你们搞这个影视的应该知道就有一种微笑的敌香式微笑哈哈哈哈敌香式微笑什么就是就跟比如说你你你你拍照的时候嗯或者或者说说比如有需要拍视频就说让你笑一笑你你你你你我们这个叫假笑对这叫假笑每个人都能看得出来的对嗯敌香式微笑发自内心的微笑为什么演员跟咱们有区别演员需要深入剧情然后他真是有那个情景 然后他发出微笑还是还是哭泣啊都是让你感觉到他是真实的嗯我们为什么不行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经过那种心态我们我们发出那种微笑实际上是假笑就那种感觉的区别对你知道吧还有一个区别是什么就是说嗯就是在这个医院陪护的时候嗯就是他有专门一个那个那个那个沙发嘛嗯往后呢因为因为我要晚上也要也要在那嘛所以他专门有一个沙发那个沙发吧我开始呢就是 他坐着我就在这忍一下就得了休息一下了人家不解人家到晚上时候人家护士进来会把那沙发给你弄一张床哦给你弄的然后枕头啊然后有有入子有背的啊哎呀哎呀虽然都是比较简单的哈哎呀哎呀但是人家夸夸给你弄好了也不用你动手人家夸夸都给你弄好了哎呀哎呀那个那个谢谢您在这儿那意思这个在在这儿帮我们陪陪陪陪陪你太太哎这个哎不一样呢对这个然后呢就是 就是像咱们觉得就是医院里陪床你是硬刚哎呀那家属在这陪床哎有什么事呢我你叫护士对吧我平时我们不管这那边不一样嗯嗯那边属于就是说人家标准上是就是你没有人人来陪床住院的时候你没有人来陪床然后你有什么事你一按电一按钮护士来就完了嗯然后所有的一切这个哎护士来安排包括你看我太太等于生完之后他比如第一次上上洗手间什么之类的我哪有 这经验哎呀我我这我都弄不了人家都都是护士带着你告诉你怎么弄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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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去弄嗯这个就是平时一些家属要要干的在国内是可能是属于家属干的事对人家人家全负责人家你放那你别管这个这个是我的工作哎如果后来我当志愿者我才知道就如果比如说你家里有病人然后你来陪床嗯然后你来负责这些这些照顾嗯因为他需要更多的照顾嗯如果你要 没有人去照顾他他就会找人去给你照顾专门有人护工护工这是免费的嗯嗯他给你去做嗯但是如果你要是就是有家属说你不用我不用护工嗯我来去给你做的医院是可以就拿你当护工来给你发发费用发费用对然后你来交付自己的家人对是这样是这样是完全不一样对完全不一样嗯这个还真的是这个这个是而且就说你要像我在 在那咱乞光了咱以前以前家里也有人生过病是吧往后也住过院陪过床咱也有经验哎呀咱得赶紧去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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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助去弄那些人家就人家就特别感谢人那意思说这应该我干的事你现在来帮我了哎呀哎呀人家就觉得感觉很很感谢的那种是这也是加拿大医疗的我觉得他一个特别有特色而且也是优势所在因为毕竟加拿大人少就是因为他人少他全国也是几才几千万人 所以你反过来想就说老人如果要是说的没有儿女在身边对你也不用怕对不用怕因为全都全全交给医院的他都给你管了你说这个陪床这个经验这个我就想起来原来在国内就跟家人陪床是你在那陪床吧老天吊胆的一会儿那医生护士说家属都出去啊我们在那儿要查房了一会儿是不是一会儿几点家属出去啊不一样完全不一样等于我在那就是变成啥了就是哎 我在那儿就是属于到那儿找个床睡就是道意上支持一下对道意上支持一下不需要我干什么真的不需要我干什么因为坦上讲很多东西咱也没经历过咱也不专业也没能够也好好干挣点钱的还真不会然后就说你这个不不对自己要求不高的话你就他有那个休息室呢有面包有牛奶有黄油反正你你你你你 对我吃的绝对没问题你吃一顿丰富的早餐是没有问题的是绝对没有问题他医院那个生孩子的时候像你太太他的饭怎么样坦率来讲他没有中餐咱们就补那啥咱们不习惯没那么好吃没那么可能有营养但没那么好吃啊然后呢经常就是呃他给我太太饭我吃了然后我给我太太专门准备了哈哈哈我主要是那会儿当上我我我我我我父母 在了我家里带了我父母给家里做好了哎说说说那个孙童小吃啥哎赶紧跟我说好了我这提前给你预备好然后我回家去取取完了带过来然后他那份咱也浪费了我吃了得了挺好挺好我给吃了是这样的那当时就是太太在那边就是生完孩子之后在医院待几天就待三天哦三天他是他是顺产哦这边的剖腹产就怎么说呢就是不到不万不得已人家不给 你不给你剖腹长嗯嗯嗯三天哦是哦我我我老觉得他们剖腹长的经验也不行哈哈哈因为人少是吧没有练手啊对呀是啊嗯但是相对来说孩子能顺产最好最好当然当然当然那医生也很有经验嗯真的也很有经验是吧对往后两个孩子出生呢都遇上了点小问题但是但是医生都很有经验嗯嗯比如说告诉你应该怎么个姿势怎么怎么那啥往后让孩子能在里边转起来往下来说都是转着下来 对是有一套手法是是是是然后那就是等于是从在那注册产检到后来生孩子回家对就什么钱都没花是吧我连尿不湿什么的人家都都给你弄好了啊是吧都有都有尿不湿啊啥的往后那个什么的什么的反正那个卫生店什么之类的反正乱发我突然想起来不但是没不乱是没花钱最后是你还挣了工资回的哈哈哈 要想证是有可能哈哈哈这有点过分这已经很不好意思了这已经很不好意思了还连吃带拿呢这属于啊对啊哈哈哈挺好有咖啡专门有咖啡机有咖啡你愿意自己煮点咖啡对往后有有有那个书有有些报纸啥的你愿意看杂志什么啥英文那也看不懂但是但是你要是老外你就你就你就哎我有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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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啊嗯 老外你看他同时陪床有老外陪床吗老外生孩子啥样因为都是都是那个单独的房间所以别人那咱也进不去咱也不知道啊对对休息室呢休息室一般都是到那喝口水啊就走了拿点吃的就那啥了往后顶多说一个哈喽how are you today哈哈哈哈哈哈哈 thank you goodbye挺好挺好那这生孩子整个还是最后还是整个还是挺顺利的 比我想象的要顺利很多语言不是问题顺利很多语言真的不是什么问题嗯然后他因为当时最早的时候就他在那时候他会跟你讲就比如让我太多用力的时候push啊就就就就就告诉你要要怎么用力啊真的感觉都没关系人家那个手势也差不多对他之前会有一些培训的啊他产前有一些培训的啊告诉你应该呃就是注意呼吸怎么呼吸然后呢当你疼痛的时候你你你你怎么那啥啊 然后这边也是可以就是你你打那个无痛无痛的啊对是都会打那一枕对对对对对你自己选择你愿意去去打那打不愿意去去打的话他也不不强谱多好啊这个生了孩子还学了英语哈哈哈哈还有辅导课多好所以呢我们有一些朋友有些观众朋友就在问这边也问这方面流程那个赵新作为一个这个陪床家属是吧看了整个流程其实在这方面不用太担心嗯 他整个从硬件到软件上呃包括在语言上尤其如果你要来温哥华就更不用担心啊温哥华是对那个中文翻译一个是各种这个华人的这个医护人员也很多对对然后呢还有这个中文翻译也很方便有的中文翻译他是当场的有当中文翻译通过电话的对有很多所以都是方便他有两种啊因为我在那做过志愿者我知道他两种一种呢就是呃那个在那的志愿者作为翻译啊这个这个他问你是粤语还是还是 普通话啊对然后呢还有一种呢是那种就是这点有一个屏幕啊翻译机啊翻译机啊然后呢就翻译这个屏幕了他能看到双方往你也能看到他哎往后他就在给你进行实时的语言翻译啊对这个更专业啊相对来说呢对更专业因为医用的很多词语你不查字典你普通的人即使是你是老外你可能也不知道那些是比较药物的单词啊一些是专用设备的单词啊你可能不清楚啊对 刚才也就在听你说在当志愿者是吧就在医院当志愿者是吧是是是是是就是就关这个小孩儿科这方面的医院还是对主要是什么呀就是那种你看就他们的那个儿童医院呀是怎么说呢就环境是完全不一样的嗯嗯就是我给你举个例子嗯比如说医院里是人是有餐厅的就是有那种就他不是不是说医院开的餐厅嗯这就类似于肯德基麦当劳这种快餐嗯他在那有food count 嗯嗯哎往后有的医院food count的那个大厅里还有钢琴呢你想去弹会儿都行或者有人有人愿意演奏的哦其实他就不止成一个非常温馨的就有点家的感觉就是咱们想的医院的一样对往后呢就是比如说两个身高他有一长领路是吧往这点一二三四五往后呢医院呢那个有很多就是儿童这种画啊或者说一些装饰嗯嗯就是给人孩子感觉就是说医院不管 不可怕啊不是说打针那个害怕呢不是然后呢他就感觉是孩子的一个乐园那种那种感觉哦他专门有有那个游戏史嗯嗯我说在游戏史那个比如说给人收拾收拾啊哎往后呢有孩子那什么的话那个那个陪陪着玩玩啊哦你当的志愿者啊对收拾收拾一些东西嗯然后我有的时候万一有些那个中文的那啥我可以简单的说一说我这虽然水平二把刀吧 但是生活用意还快过得去嗯当时的目的也是想对自己有一个锻炼对吧一个对于社会的一个一个融入吧对对其实在加拿大这边志愿者是个很重要的一个志愿者文化是吧是是有很多人有的是比如说新移民当志愿者是可以融入对可以结识更多的人而且也可以了解比如说像赵新在医院呢而且儿童医院当志愿者其实对于这个有孩子家长来说也能了解很多事是吧是也是想自己了解一些真的对 孩子要生病或者怎么没来啊对还有很多退休的这个老人也当各种志愿者是吧对对对尤其是在医院啊在机场啊在各种地方有很多老人他不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发挥自己的能量然后再更多的帮助别人我发现你志愿者的老人还还挺多挺多的可能更有耐心吧或者对孩子更有亲和意在医院是吧对对对对那个比如孩子想那什么推着小车带孩子转转是吧哈哈哈 然后那个有那么小篮球架陪他大伙篮球在那个在里边啊然后有各种的书各种的各种的各种的书啊等等啊一些啊真的是呃就是哎对这这边对孩子和女人都太好了哈哈哈哈这是对弱势一点的吧是吧对老人对孩子对真的真的太好了我觉得那讲那当志愿者的故事呗对于在什么给你印象比较深的尤其对于小孩医疗给大家能够帮助的事 对于小孩医疗给大家帮助的事员